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即场教路之言》 我问哪个环节 家庭观众如果有任何股票问题 都可以随时打电话来帮我们 电话是2804 656 又或者传电邮帮我们 在我身边的嘉宾 是要财政圈研究部的高级分析员 王卫浩 Wafi Wafi 你好 Wafi 先听听家庭观众 崇小姐的电话 崇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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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 这个是54号 合博有没有货 这样的 我自己有的 但是有少量 我想说加注 不知道为什么加注呢 看到公布了中期的核心盈利 跌了一乘一 本身有货想加注 现价33.1 今天跌超过2% 穿出来十天线 合博前景怎么看 的确 合博要收到业绩 就算比较一般 或者市场有点失望 变相股价今天跌得比较急 至于简单地说 业绩来说 的确 刚才 暂时这段估博 应该没那么快 完成了 或者从这一刻市场 都仍然比较反复 我就算加注也好 但是比较先观摩 这个价位就不太建议 因为从技术上看 刚才Nikro都说到 穿了十天线 这一刻更加在二十天线下 增持着 或者五十天线左右 这边在试着 你说能不能够好 站稳呢 其实好看回市场 下一个月回来 有没有固定现象 因为市场仍然向下试 我相信要穿都不可能的事 所以变成能够穿 下一步看回是三十二元这边 所以我都比较安全一点 如果你想加注也好 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到三十二元 而有个固定 如果有固定的时候 才在这些位置 捞一捞货 或者加多住 变成到时移回之前高位 三十五元楼上 才做回目标价 好 长小姐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要不要介意我问一下 如果不加在这里 我可以加到尼峰 是吗 是 好 就加到尼峰 是 现价来说 暂时尼峰在10.54 今天升超过百分之一 尼峰又买不得过呢 如果我真的想不加到合和 加不加到尼峰 我觉得其实是比较薄的 因为尼峰的基本面 如果加领工再留意我们的台 都知道 其实都可以说 挺一致地 不太看得好 不论这一刻的前景 即这刻的业务也好 或者来的前景也好 其实不是太理想 所以变成极其量 要买到尼峰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博一两下的短线反弹 实质来说 就不是太有利好的基本面 所以变成了以个股价来说 没错跌了那么多 不排除刚才说的 少少反弹可能会有的 就算是初步反弹来说 暂时先看下跌近11.5这边 我相信阻力都会有明显 因为这下11.5 就是急跌下来这下的低位度 所以以11.5 如果你真的想博 做一个短线一点的目标价 反而下面的话 假设今次再穿10元楼下 我相信如果买得下去的话 都应该真的要考虑走货 因为这个时候震下去 应该跌幅比较明显 好 谢谢 亦都多谢家庭观众 崇小姐的电话 下一位家庭观众 刘小姐的刘小姐 您好 我想问1379 那我就4.51买 我想问如果再低一点 我会不会再买一点 我买了一万股 好 那就燃价 4.54 跌超过1% 很贴近买入价 但税信方面 调低了人保的评级 去到顺与大市 目标价4.3 有见不见面买呢 如果我第一注 都是在逛这些价位买 好不想趁这下调整下来之后 加多注 我觉得是可以的 始终以个基本因素上看 其实是可以说调得比较稳定的一只 因为尤其是这么大的股份 你见到这一轮也是 虽然有个调整 但整体跌幅来说 其实不算太明显 或者不算太多 总之见到它其实抗亦都有 虽然买下的话 如果你说肯持得比较中长线 我觉得不介意当中的反复 其实完全可以考虑 但也需要说一点 人保其实今天有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今天第一天 是被纳沽空的一个榜里面的股份 所以见到今天 它的沽空判就是比较大一点 正正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如果未来有沽空的一个因素 跟随之下 会不会有时会比较大户 等的因素去到少的做坦的借口 这些都不能忽视 所以买下去的 是可以 但是当然你要有关中战时候的心态 如果以个价位来说 真的想买的话 其实我觉得现在 欠近四个半这边买 我觉得都差不多 可以这么说 因为见到这几次 去到这位置 其实都好像不是太跌得下去 所以四个半都去试一试的时候 只要后市都一样 不断说 不穿回四个一 四个二留下这边 我觉得问题不是太大 好 多谢这位家庭观众的电话 下位家庭观众 亦都在电话旁边 就是梁小姐 梁小姐你好 梁小姐是否想问 8月57中石油 是的 看到现在中石油 现价10.8 升超过1%上来 最近石油石化股的走势 怎样看呢 Wafi 近期石油石化股 其实是比较落后的 不论中石油 中石化 甚至中海油 都是 跟之前那阵的市场比较 相对刚才说的比较落后 没什么太跟道 说面上这一下 有点 如果当我看到 开始有些传定的时候 或者慢慢有点反弹的时候 我相信这一种 始终都是一些主流反快 不理较石油石化股 可能也会有点追落后 反弹的现象 比较急些 虽然成今天 其实中石油都一样 是做得比较理想 但是主流真的 凌晨没有位置看 其实这一刻很关键 正正来说 慢慢这几下阳足上来之后 其实开始叫补回 就是之前2月头的下跌的裂口之余 更加去到 20天线左右的阻力位 所以记得回来 能够补完这个裂口之后 再乘机突破20天线 如果可以突破得到的时候 我相信有个条件 慢慢会试回 大概11.2厘留上的价位 我都可以以这位置做目标价 反而后市来说 也是那句 依然不跌出大概10.4厘 10.5厘这边楼下的时候 一样问题不是太大 好了 梁小姐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问914 914的 本身有没有货 有 是多少钱入的 37 37元 现价28.1 回接近百分之一 那虐幅比较大 所做的多不多 如果真的以30元楼上买 现在也比较有一定程度的虐幅在 你看到虽幅 如果你看到个别的图表 等来说 过往是不断成一个上升轨 好像很漂亮 但其实当中不断自己都说到 不是看得太好 因为始终来说 机部面都觉得 都没有太大改变 不论说的 产能过剩 甚至雙力价格 一个比较弱的势头 其实到这一刻 真的没有太大变化 只不过这一层升得那么漂亮 完全是说了一些成真花 或者机燕的一些憧憬 但是始终我觉得这些憧憬 最终带动多少的需求 或者这些需求能不能够消耗所有的供应 其实我觉得有待观察 或者仍然有时间去消化 所以如果真的要整个行业 机部面是要扭转好一点的 那可能到今年的下半年才要明显一点 所以上半年计 我觉得都仍然是叫做 短线操作 反弹为主 如果是博态 反弹的 当然是逢高 去到减一减磅 但反而回来 如果是来一个势头 去做药 假设是大概穿得到27元 这位置左右 我都挺建议 都应该尽量 你想的 可以走货货先都行 如果不想的 减一减少 即是持货量 因为从我势头来说 其实这下是比较差一点 好 谢谢 亦都多谢家庭观众梁小姐的电话 解答下家庭观众的电邮问题 有位Michael 上了马尺1186 就是中铁件 他就没有货 现价7.98 跌超过1% 他就问 什么时候应该买入 这款又能否入得过 以中铁件来说 或者相关的铁路股 几件股来计 其实这一阵 算是做得比较弱一点 跟刚才差不多 之前不断说的 即是不断炒上的借口 就是所谓的 城镇化 铁路等等的兴建帮助 但到了炒完上来之后 其实到今年回来这一刻 其实是反而是不断走下来 或者叫资金见得到 有点流出到其他板块炒作的现象 所以形成这一阵 势头比较弱 或者资金开始都依然流出 我觉得这一刻 不是太建议博入市 因为从我走势上看 其实这一阵 特别这两天 再做一步跟上市 调得下来都比较差一点点 因为预见到 之前急跌下来之后 其实慢慢在整个一月中至二月头 都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环区 借近八个一毫 至八个半这边位置 即是这四毫多指区间 又到这几天市 做一步急跌之后 其实它都再穿上平台底部位 大概穿上八个一这边位置 所以假设短市 不能够站上八个一楼上的时候 我相信股价有个所谓的条件 会再向下试 试到大概七个六这位置 所以如果你想买得好 现在这个价格就不建议 先观望一下 如果你可以的 两手准备 一来的落到七个六 如果不是再去到 沽大或者慢慢看到有存定 才考虑去到入一入市 而第二手准备的 就是看下来 如果这些位置能够撑得住 而站到八个一楼上 才再去追到未迟 另外下位家庭观众 就是李小姐 李小姐也传了个电邮 想问两只股份 分别是2314李文造指 和106深圳科技 先说说那只李文造指 现时5.02 今天回了接近3% 问可不可以买 有没有上升空街 短刹策略又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有过上升空街 始终之前自己也在一股节目推介 这只股份 当然操作策略就完成了 但如何看这只股份 其实当时也说到 可以以中线持有心态的看法 因为无论你记得到 去年下半年开始 第三至四季开始 其实相关的光顾 他们的指价 即是不论李文 九指来说 都有个提价现象 这一点帮到他的无力率之余 看到成本方面 其实木章的价格等等来计 都相对有一些回落在 整体计算是挺不错的 而且你记得到李文 其实之前那一段时间很夸张 几乎每一天都记得到 他有个回购的消息出现 很多时候大家都知道 如果公司做回购等的举动的时候 整体看法是比较乐观的 顾问你背后的动机如何都好 但起码你做回购的时候 自然觉得股价有些支持 虽然形成之前那一阵 的确股价慢慢做得非常漂亮 但当然你说去到大约五个百 这位置 其实股值上看一点都不是便宜之下 的确这几天开始有些调整 或者叫下跌一些 我觉得也不是太意外的一个走法 如果你想买的话 现在世界上这一阵是比较小小的 因为始终穿了二天线 看看五十天线 五元边这位置有没有支持 如果你落到这位置是有支持的话 其实我觉得到时买 也不是太差的选择 以那样中线的心态 当然第一站以5.8 之前的高位做目标价 破到的 其实看六元楼上 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事 下面来说 只要一样不穿大约四个六 楼下的话 我会觉得情况不算太差 好 谢谢 另外他想问106深圳科技 现在五毫一升超过一乘七上来 责任可否短炒 如何部署 今天都是一些前海的概念股 亦是有个上升 现在再进入的话 空间大不大 确实是 深圳科技 深圳国际等 全部的前海概念股 其实今天或者这些 又会再有少少的移动 炒上来 炒上的就是 前海方面 也有相关的 海建设部 也有召开会议 预期有些政策 或者有些措施 都会在两会前有些进展 反映前海方面的发展 自然这些股份 也有再有借势炒上的现象 但当然 刚才公众也问到一点 就是可不可以做一个 短性的部署 铺铺铺铺 我觉得是挺看大家的实力 如果真的叫做手楼上松的 或者都想少住地试一试 反而真的不太建议炒这些消息 因为始终这些消息 或者实际要去到落实的话 相信时间上是比较久的 不是短线那么快的效果 所以变相这些股份 其实我相信炒完一两下之后 又会有个明显的调整 其实之前都记得到 因为你从我的图备来说 都知道 深圳国际来说 特别一月中左右 其实这下大阳烛 当时也是炒这些前海概念 但是当炒完之后 也会有个明显的调整 又会再慢慢下来 所以都怕今次会有相似的效应 所以如果现在去博的时候 暂时看的 以50天线 5号、8指这边位 做个目标先 我觉得去到这位置 假设是破不了位 可以考虑下了代线 反而下面来说 如果下这下大概10天、20天线 4号半指这边位 考虑走一走货 我觉得暂时短线跨着这区间 去炒作 少着试一试都无妨 好 谢谢Wafi 这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要问Wafi 刚才说过股份 有没有哪个有持有 没有 好 回来 每周一股的环节 就会有我们要财政圈研究部的分析员 谭泽 阿露和大家推介股份 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和大家看看 恒指最新走势 恒指现在跌89点 到22,817点 成交项方面有401亿多 国企指数跌49点 暂时报11,376点 期指跌65点 暂时低水24点 和大家看问内地股市表现 三大指数暂时是个别发展 上证综合指数 跌91点 报2325点 护心300指数 升1点 去到2612点 深圳城市方面 升31点 暂时报9426点 下期再见 大家千万不要走开